請教頭刷回來臺灣 明天就是努力的論二月 按照團統風俗 家裡的女兒就要準備豬腳麵線 回去後頭房 幫白仔布來疼福袖 但是有賣只有這個中部的身體關係 並不適合來吃豬腳麵線 所以人家有保利有做胖的業者 推出這種豬腳麵線的饅頭 用這個饅頭來做的豬腳麵線 實在是做到有夠性的行 讓人很讚嘆 放在家裡的豬腳 用白酒沾很淺就是豬腳 豬腳上有豬皮包豬腳 看起來真好吃 但是用手蚊也沒有對抖 不是真正的豬腳麵線 是用饅頭做出來豬腳 做得蠻像的又很好吃 滷豬腳饅頭和這半年滷豬腳有夠性的 用看的金粉看不出來 如果吃到很多東西的話 怕膽固醇不高 而且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吃 那又有素食的前阻 因為團統風秀在倫理過時 出家十五年要買豬腳麵線 回去跟北部甜好收 求平安 不過為時大人 有年會不會吃太油 沒有人吃素 為了他們的水牛和健康 老闆就把粉和黑糖 軟去米粉裡面 掉出滷豬腳熟的水 如果骨頭是用白米粉和黑年 下去做 黑年蒸的時候在後 看起來真正是豬腳裡面的骨槌 我本身就是理工科的 所以我對東西的時候 我看的不是感覺 而是一個比較實際 所以我去看了很多 網路搜尋的很多豬腳 腳步他們的那個斷層切面 老闆就說 真正用這段時間去研究 黑路底下的比例和大四季 狗底皮、滴肉和骨頭的白日 臉裝白 才能做出這麼新的地下版圖 哈囉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